今天是期中考的前一周 下礼拜要初学期中考 不过这个假日 我们医学语言文课有一个稍微教学 所以今天就打算来拍一个 宝藏岩的广 等一下就前往宝藏岩了 大概还要十几分钟了 今天天气蛮凉的 蛮适合出来走一走 不过就是 现在下着一点毛毛雨 希望等一下不要下大雨 不然我今天没有带伞 哇 希望我没有走错过 我在学校常常迷路 不过就我到第四五个礼拜都还在用google map找教室 希望今天不会因为我迷路然后就玩到了 我又走回来这条路了 因为我真的迷路了 我走返了 我刚才重新开导航 发现我根本走返路了 我现在还要十分钟吧 还好我有提早出门 哇 是这条吗 奇怪 原来不只有我迷路啊 哈哈哈 为什么要直到吗 哇 哇 终于到了 众里寻他千百度 等一下拍vlog吗 哈喽 嗨 嗨 嗨 我今天没有抓头发 穿成 我就不客气了 没关系 你真的不客气 就是你要带你的旅票来 带你的家人来 带你的弟弟妹妹来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没问题吼 这些呢 是在台北市 现在也列为是市民东西 这个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对这种市民要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参观 好 看到往左上方看呢 有没有看到这个 特别还在大的一个屋檐 去保护这个镇店 所以有那种妙重要的建筑结构 对不对 他说以前这里有两百多户 现在是剩下市 所以你现在看到 我们现在进入的空间呢 我们刚所有的公正俱乐 除了居民以外 然后还有 艺术村 艺术家会在这边庆祝 然后还有另外的 学校 有一间学校哦 看不出来的学校 这个是艺术家他们的门牌 你们待会可以留意一下 它就会有颜色的分别 你们看呢 所以这个 这个路的名字 这个 这个名字好好笑哦 不归路 刚开始已经是就很整齐吧 就依照着 那因为好像是老旧的 然后我们这里呢 是一个 让大家看到是自立造物的年代 就是说这个房子是自己盖的 然后你看那是一串一网 都会非常的扎实 哪里有幸运饼盖 我们目标是这个 我们目标是幸运饼盖 对我们目标是这个 幸运饼盖下礼拜数学就考得好 对对对对 我看我西北看我记得很 只是我好久没看到 你在数学课出现了 嗯 可以帮我喷吗 可以帮我喷吗 因为他老人聊在地上 什么老人家 我 他老人聊是自己喷 费下的名字还有老 老哥 希望我可以从F进到C 你F是大头吗 刚刚问见了 是要填18岁以下啊 对我是这样填的 是不是吗 是吗 是吗 你确定 是 是 什么台湾黑熊 什么台湾黑熊 对然后你看这也是一个艺术家 左下方有写 罗洛克斯 他就很喜欢台湾黑熊 所以就把黑熊用这种 他自己的喜欢的方式呈现下来 还好因为这面床呢 我们可以有打风吹雨 然后来这边 台上你要不要去站一下 嗯 这是很大的方便 你看你的衣服跟他很适合啊 台上你好性感哦 你知道有一堆尖斗叫什么 尖斗 谁是没有打风吹 还有家的感觉 还会踢 对 然后这个二楼的话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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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好舒服哦 好凉 你住下来 我觉得很舒服 举举独行 但是我把他拆了不开 但是我把他拆了不开 看到什么 到达我们幸运饼干的地方了 好等一面前 你要先进去自来手锅馆 参观一下 参观之后 经过这个旋转 可能就可以了 宝宝也来 太抠了 太抠了 建中的主场在这 嗯 因为我们这边刚刚说自来手发源地 所以整个人是需要被保护的 所以这个是叫做机 机枪 以下是机枪的保团 他说这个地方是秘境诶 然后这里后是学校的办公室 那这里是阿姨曾经的家 你怎么打 因为我们就要试着这个村姐妹妈 最后因为 村姐妹都还家 都结婚 甚至分回去 那这里是一般 你们待会结束之后就进不来了 只要我才能够在这里 我们看到石头座的青蛙 左前方 我们看到两只小青蛙 有吼 然后我的前方 来看一下 有一个像鸟的动物有没有 也是石头座的 这个不是平白就在这里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沿水的指标 我会想你 下次可以来骑加拉车 这个很像小花园 有鸡 偷摆一把 有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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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鸡 有鸡 蓝蓝的那边 所以那些很多鸡 那时候还没盖好 所以就会有那种渡船 在这边往来 会想我要去跟鸡合照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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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保障岩的天气蛮舒服的 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行程 在考试之前来放松一下 其实我一开始上网查的时候以为宝藏岩就是单纯是一座观音庙 但后来发现其实这里是有很深的文化基础的 除了庙宇之外旁边还有整个社区也有艺术等等的氛围 我觉得是超出了想象的天气很不错 糟糕了我忘记我的车停哪里了 我好像走路了 对我一直走路了 拜拜 今天是我第一次尝试录VLOG 希望这样的影片还符合预期的效果 那我们可能就下次再见咯 回去找我的路了 谢谢 сцен 这还好 关心不错 你已经 nelle的 去吧 这还这个是不是 肉肉 真 5 8 6 11 11